门入第四届的两岸小剧场艺术节 今年其中一个作品 是中国大陆相当具有开创性的导演黄银 他改编莎士比亚的作品麦克白 这出作品的监制是日本剧场大师林木中志 在日本立合首演的时候获得极大的好评 导演黄银除了展现出麦克白的悲剧之外 他也让演员在舞台上唱主题曲 Stand by me 他说每个人当然都希望自己身边有伙伴 但是人都是孤独的 当演员在舞台上唱出这首流行歌 Stand by me 满场笑声当中 其实是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 魔鬼为了陷害我们的起见 总是先向我们说一些真话 在小的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 等到关键时刻 我们就会踪入到他的圈套之中了 两句话已经正式 这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 接下去就是帝王登场的正式了 两岸小剧场艺术节的首演作品是来自对岸的麦克白 导演黄银被媒体誉为中国青年导演领军人物 这出作品当初受日本大导演林木中志的邀请 排练跟首演都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立刻剧场完成 黄银说在雪地中看着团员接受林木的劈刀训练 让他灵光乍显 我突然觉得那一下下机械性的劈刀动作 就像我们都市人的生活 有的时候你只说我必须要去做什么 有时候你都忘记问原因 真的是这样 但是你跳脱来看你会觉得很可笑 那么我觉得麦克白的这个杀戮的劈刀行为 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而这个动作本身的意义 其实当你跳脱到一个大历史的观念当中去看 会非常可笑 在我看来他麦克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黄银从王位传递的过程中 观察麦克白里每个人的转变 他说每个角色活着的时候都很执着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却又不免让人觉得可笑 我觉得麦克白这部戏讲了人的孤独 麦克白本来跟他的夫人是企图过得更好 过到自己想要的日子 但是做到最后妻子精神崩溃并且自杀 麦克白最好的朋友被自己杀掉 然后截然一身地要面对所有的结局 重新演绎了400年前的沙翁经典 黄银的麦克白也提醒观众 要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 mustard 成果是我们之父 un 感谢观看